成这样了呀 原来呀 他是生病了 不过没关系 生病了就得吃药 然后还要吃这些绿色健康的大苹果 最重要的是记得每天锻炼身体吧 你看小五妹妹一下就有力气了 哎呀妈呀 小五妹妹身体刚好一点 你也要注意休息呀 哎呀哈 苹果也不吃了 每天是吃香的喝辣的 你看吧 你现在都变得特别虚弱了吧 还是赶紧回家休息吧 你看走路都这么费劲 到终点了 这是唐三哥哥的好天锤 你这样是根本拿不起来的 小五呀小五 你可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唐三哥哥那么辛苦的在五魂店里面打怪 要是让他知道你变成这个样子 他得多心疼呀 还有小可爱们都那么喜欢你 看到你的视频都会给你鲜花棒棒糖什么的 为了小可爱们的喜欢和支持 所以呀 你生病了就得看医生呀 看完医生你就好了 好了之后呢 咱们还得每天吃这些蔬菜水果 还得锻炼身体 不能再吃这些垃圾食品了 哇 小五 你看你现在多健康呀 不能晚睡 咱们要早睡 早睡早起身体才棒棒 哇塞 你看他蹦蹦跳跳的 就像只可爱的小兔子哇 你太可爱了吧 病毒咱们也不怕了 一脚就给他踢飞 哇塞 出门可千万得记得 戴个大口罩 戴上口罩 咱们什么都不怕了 你看有了口罩的保护 这些病毒通通都不怕了 快给我闪开 我们可爱的小五来了 哇塞 你们看小五妹妹 瞬间就提起了好天锤 直接砸了下去 哎呀妈呀 小五妹妹也太厉害了吧 居然砸了一个最高纪录呀